各位二虎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 如何选购一把自己喜欢的好二虎 那这个问题相信是许多二虎的爱好者们 一直想要知道的答案 或者是说想要知道如何去选择一把自己喜欢的二虎 而且二虎本身的条件又是好的 CP值是高的 那首先我先来讲我们选购二虎一开始要注意的几个事项 第一首先就是说我们制作二虎的材料上有非常多种 有老虹木 紫檀类 以及黑檀类 那这几类里面 老虹木里面有分所谓的家具料 防粮料 旧料 或者是新红木 那紫檀类也有分我们目前市面上看到最昂贵的印度小夜紫檀 以及平价CP值高的非洲紫檀 还有其他的檀类 比如说 赞比亚紫檀 雪檀 大叶紫檀 等等 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檀类 那黑檀我们早期可以看到的有乌木 那现在乌木比较看不到 目前市面上许多看得到的材料是黑檀木居多 用来做入门的好二虎也都是很好的材料 那首先我们在选购二虎的时候 首先先判定自己的一个喜好 例如你喜欢什么样的木头 因为不同的木头材质会有不同的声音的一个所谓的个性 那紫檀的话声音会比较集中 明亮 有力道 红木类的话声音是比较松透 甜美 黑檀木类的话是属于比较结实 所以还是依照个人不同的喜好去选择不同的材料 制作出来的二虎 再来就是所谓的价位跟材料的比例 现今我们遇到最昂贵的材料是印度的小叶紫檀 那是木材里面的算是最昂贵的一种材料 接下来例如赞比亚紫檀 以及老红木类的加剧料 这个都是相当昂贵 并且做出来的二虎效果都相当的不错 现今许多演奏家手上所用的乐器 大部分都是老红木类以及小叶紫檀类 这两种那决定好材料以及你设定的一个价位范围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市面上去选购一把我们要的二虎 首先我们会依照以我手上这把二虎来讲 好像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首先就是先看看它的木头 像目前我手上这一把是属于非洲紫檀 紫檀类的非洲紫檀 那材料上就是看它木头本身的纹路颜色 看它有没有结巴 有结巴的话 有结有巴就是代表那个木料是比较所谓的二级料或三级料 次级的料子没那么好 那一般像这样线条是漂亮的没有结没有巴的 这个大部分都是一级料 或者甚至说它的油分油性密度颜色非常高的话 大部分会是一级料里面的特级料 那做出来的声音效果当然会非常的结实非常好 第二就是我们知道二虎的声音的共振是藉由这个皮膜 那这个皮膜的好坏 完全不是取决于外观的这个鳞片的大小 外观 外观顾名思义 外观 外观是一个视觉的一种美感效果 像这把皮 视觉的美感 它是这种纹路状 就是中间有一条黄杠 上下黑板 这个并不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在视觉上有一种平衡的感觉 那纯粹是美学美观的思考方面 那当然蛇皮的纹路有非常多种 这是其一 可以照你喜好的纹路来选择 第二 许多人会选择这个鳞片的大小 那一样的 鳞片的大小它也是外观的一个判断 不代表越大的鳞片声音会越好 或者是越小的鳞片声音越差 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真正决定 声音是在于这个皮的厚度 弹性 还有它本身的韧性 以及师傅在制作的时候的程序 这个皮有没有完全套开 纤维有没有完全拉开 那蒙上去的时候 紧度够不够 这些条件才有办法去决定 这一把琴皮膜共振出来的音响效果 再搭配它木头本身的密度 对声音的震动的传导性 才会造就出一把二胡 完整的一个声音 所以 蛇皮的外观 鳞片大小 对于声音上都是次要的 重点是蛇皮的厚度 韧性 以及它的纤维有没有套开 这三方面 那这三方面就是属于是比较专业性的问题 这必须要有制作者 也就是自行师在制作的时候下去判断 不同的蛇皮会搭配不同的木头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 您是一位经济型的使用者 您选择的二胡是比较经济型 比较便宜的 那基本上在选择二胡的时候 你比较不容易挑选到蛇皮本身条件 厚度 弹性韧性 比较好的 去搭配你的经济型的便宜的木头 这一点在制作师傅上 他们会先做一个区隔 也就是说好的皮会配高档的木头 稍微条件没那么好的皮 他们就拿来做入门的二胡 那这是每一位置情师他们在做二胡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去做一个调配 也让本身这个二胡的木头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种声音的一个效率跟效果 我们说琴的效果就是指这个琴完工之后 它出来的声音的效果如何 那这些木头以及蛇皮的外观都决定好之后 再来就是如果您是一位会拉座的使用者 那您就可以开始测试一下这个二胡本身的性能 什么叫做二胡的性能 我们挑选二胡有两个方向可以思考 一个是它的操控性 本身的物理现象 一个是它的音色 那在制勤赛中 强调的是二胡的性能为第一优先选择 所谓的性能就是为了因应现代的创作曲目 很多西洋遗址的或者是二胡本身的创作曲 都使用了相当多的高把位的音型跟音阶 所以现在二胡本身的性能是指的是能够全把位发音 就是第一个位置到有效悬长的最后一个音 这一些音都能够发出所谓的音量平衡 干净出得来的声音 这边不只只有音色的问题 我们谈论的是性能的问题 跟音色没有关系 那再来就是我们实际上拉拉看 那以声音来讲 性能你再拉奏再选择二胡 你就可以试试看它每一个位置的音阶 是不是都出得来 大部分还可以到这个音 那基本上这样的声音在很容易操作就能够出得来的状况之下 代表这把琴的共鸣是相当不错的 它的物理条件是完善的 那这是外旋 那内旋就是你也可以测测看它的上下把位 但是一把全新的二胡 内旋的第四把第五把位 相较就是会稍微比较闷一点 它必须要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使用 我们称为磨合或称为开音 之后呢 下把位的音量才有办法跟上把位比较一致 那新的二胡如果有办法下把位就不错 那代表这个二胡的性能本身条件是相当够的 这是所谓的发音 那在测的时候 右手可以一个很最轻松的方式 我们在拉奏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讲求的是一个很轻松很自在很松弛 所以如果那把二胡它需要你很用力的操作才有声音的话 基本上本身的性能条件就不够好 因为你就去想 如果你演奏一个曲子五分钟十分钟 但是你必须要很用力很努力的才能把它整把二胡拉奏 五分钟十分钟 那你演奏起来一个曲子你身体是非常有负担的 手也会很累 那如果是你一场音乐会你就没有办法撑完整场音乐会所有的曲目 所以我们希望二胡本身的操作是容易的 是轻松的 所以在侧音阶的发音的时候 你就轻轻的拉就好 那原则上只要能够发得出声音 我们现在不管乐器的音色以性能来讲 也必须要先通过考验就是性能要好 接下来就是测它的张力 什么叫张力 就是这把二胡能不能承受得住你用力拉的时候 它会不会容易破音 或者是说你轻轻的拉的时候 它能不能落纵 这就是二胡的张力 那张力的话 心的琴跟拉开的琴 当然拉开的琴张力会比较好 但是心琴的条件不能差 不然就培养完之后 你会发现张力本身也是上不去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挑选一些乐端 来做一些健强的拉奏 好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内弦 它是承受得住 我很用力的去给弓压 以及给弓术 产生的一种爆发力 好 那我们再车车看外弦 我可能会发现张力本身的推廓 你会发现我这样拉用力的 拉外弦它也不会产生破调的音 那所以这把乐器本身现在就是 上下把位发音都没问题 是平衡的 那内外弦张力 上下把位也都是足够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它 内外弦的发音有没有平衡 平衡有分两点 音色的平衡跟音量的平衡 那在音量的平衡就是 内外弦同一个位置 音量不能忽大忽小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用音阶的内外弦来测 那当你测完内外弦它每一个位置内外出来的音量都是平衡的 那代表它又通过了一个考验 内外弦的音色平衡 再来就是我们大家拉琴最喜欢的 我们喜欢很美的音色 那很美的音色当然就是有一些旋律线 你轻松拉它出来的基本音质 是不是够甜美 甜美是一个二虎本身很重要的因素 内弦呢 是要浑厚 外弦是要甜美 那我们简单来测一下就是 所以在演着这种浓美型的曲子 如果它音色出来也甜甜的 那基本上这个琴的音色又是过关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测测看它的泛音 自然泛音 一把共振好的乐器 它的泛音是很容易大声 很容易出得来 所有的泛音力要很轻松 还有再来就是它的八度音 它的八度音要呈现一种不能按掉 八度音本身是一个标准点 就是它的八度必须要能够有一种位阶上的改变 音量跟音色听起来它是很平衡 很和谐的 对那这些通过严苛的考验之后 这把二虎原则上就是一种我们最使用上觉得是蛮好的 CP值又高 那任何材料 任何蛇皮的搭配 都有可能产生性能 各方面条件很好的二虎 那当然这个在制作上 以及材料 以及蛇皮上的搭配 尤其是制作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的二虎就必须要在很多二虎里面去挑选 或者是说找一个你信任的自情师 那看依照你要的这些特性拿下去制作 原则上自己本身如果会挑的话 你也可以在很多二虎里面挑到 类似我今天做的这个影片 挑选二虎使用的这一把心情 这把是新的二虎 那本身就有这样的条件 那这是一个很好分享给大家挑二虎的例子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跟您的指导老师做讨论研究 或欢迎您来讯息 到我的二虎世界跟我讨论研究 非常谢谢大家的共享盛据 也欢迎大家来批评指教 好谢谢大家 今天分享到这边